年约30岁的郑先生 是一名医师 在新冠确诊之后 不时出现脑袋断片的情况 而影响到他的工作 主要就是会还是有一些 呼吸道症状就是喉咙 对就刚满意过后 还是会有一些流鼻水 工作上有时候会有一些 就是有时候会 比较没有办法专心 或者是 或者是比较没有办法记住事情 经过诊断 原来他出现了所谓的脑雾症状 但并非每一个患者 都是因为长性关所引起 事实上会产生脑雾的原因 不是只有Long COVID 才会产生脑雾 那包括就是说 这个病人他如果平常有睡眠障碍 比如说还有那个睡眠呼吸中止 或是有失眠 他也会产生脑雾的情形 根据美国追踪研究发现 约有近两成的新冠确诊者 出现了头痛 喉咙痛 嗅呜味觉异常 还有疲倦 胸痛等症状 也就是所谓的长性关症候群 在英国地区 更有高达六成三的确诊患者 因为确诊 新冠 严重影响到日常的生活 有的人是感染之后 大概第三天 第四天都出来了 那有的人是已经感染七天之后 才慢慢出来 我的病人到现在 他们感染到至少都已经 两个月都还没有消失 医师提醒 如果出现思考反应缓慢 注意力不集中 记忆力减退 语言沟通能力下降等等 都要留意 而跟湿之症不同 脑雾只要经过后续的治疗 可以恢复到以往的正常生活 它是可以完全恢复的 它跟湿之症是不一样的 那恢复率的话 应该是可以达到百分之百 医师表示 长新冠脑物 目前还没有药物可以治疗 透过了饮食调整 治疗辅助之后 恢复率极高 只要透过养成运动习惯 吃地中海饮食 保持充足的睡眠 参与社交活动 或者是从事个人活动 以及避免酗酒用药等等 以上六招就能够改善 确诊后的脑雾症状 人间卫视张一辰 正宗台北财报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